歡迎收看有熊老師 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上一章正式的說明了 當我們看到一個應用問題的時候 要怎麼樣的去 一步一步的 色X列方程式求解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個很特別也很常見的題型 就是分配的題型 這個分配的題型 其實有一些 書商是安排在這個二元一次裡面求解 因為他很明顯你就會 你就會不知道兩個以上的東西 但是呢 他可能會把它放在一元一次的裡面 然後問你如果他用一個位置數來設的話會怎麼設 所以總而言之我們就把它教了 因為以我們前面的教法 你有不管有幾個不知道的東西 就是用這個方式就可以把它化為用X來表示 來看一下這個 老師帶糖果分給學生 每人拿八個則多三顆 每人拿九顆則 剛好有一個學生沒拿到 那請大家拿出你們筆記本 我們之前這個筆記本上面呢 已經寫到了這個關係有很多種 這個關係的來源 比如說我們前面提到這個 如果是相反數的話 就是 和等於0 倒數就是成績等於1 比如說這個 如果賺跟賠的話 就是收入減成本 那在這裡再多寫一個 像這樣子的問題呢 分配 分配就是 除法 那早期我們的除法是怎麼寫的呢 早期我們的除法你可以寫在後面 我寫到下面去 早期我們的除法我們是寫被除術 除以除術 講早期 應該說是 國小的時候 我們除法是寫被除術除以除術 等於傷 點點點點點點點 魚嗎 可是在我們上一次 課程裡面介紹 你應該可以知道 我們需要一條關係 而這條關係可以幫助我把 其他東西也可是表示 或者是可以讓我來求解 可是 那所以這樣子 這樣的寫法呢 因為有這個 點點點點點 魚 所以會變得沒有辦法 計算 這個點點點點 那他怎麼辦 對不對 他到底是在做什麼 這個魚到底是怎麼存在的 而且呢 又有這個除號 對我們來說也比較麻煩 所以我們之後呢看到分配 分配就是除法 那需要寫除法的時候呢 我們請跟我這樣寫會比較好 改寫成被除術等於除術 乘以傷加魚 我舉一個實例啦 這個 18除 等於3 與2 對不對 那我們改寫成 18 等於5 乘3加2 這樣就可以進行 計算了 因為他就等於是一條 你看有沒有 像方程式這樣的形式 那當然有另外一個寫法 就是 也可以 有人把它寫成這個 被除術 減魚 除以除術 等於傷 這樣子也是可以拿來計算 被除術 減魚 除以除術 等於傷 這樣也是可以拿來計算 但是呢 這樣子的話就是 因為有分數在嘛 對一般大部分的人來說 計算成都會比計算分數好 計算加都會比計算減好 所以我個人比較 prefer 我個人比較推 這個推薦使用 愛好使用這個寫法 來跟我唸一次 被除術等於除術 乘以傷加魚 那也建議這個 也推薦各位 老師家長們 就是把這個寫法 分享給你的學生 這樣他看到分配的問題的時候呢 就不會不知如何下手 尤其我們的一元一次方程式這個單元放在 前一張是這個 因素倍數底下 因素倍數底下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我們有那個 韓信點兵的題目 就是有一堆糖果 分 每人拿三個餘幾個 每人拿五個 也餘幾個 這樣 這種問題呢 他可能會聯想到 上一張 教那樣子好像是要求供應素 但是其實不是 不是 我們實際上來用這一題來練習看看 如果每人拿八個多三顆 所以這個糖果 分糖果 每人拿八個多三顆 那你要先判斷什麼 我剛講嘛 分配是除法 那你要先判斷誰是被除術 誰是被除術 是糖果呢 還是 學生呢 還是老師 其實應該要先 再前面一點 要先再判斷一件事情 就是要先判斷什麼 不知道的 有哪些 他問了 糖果有幾顆 想必這個當然是不知道 這個 糖果 那 其實呢 我剛才講到一件事情 學生呢 我們也不知道 學生有幾個嗎 所以學生也不知道 這樣 那糖果不知道有幾顆 學生不知道有幾個人 但是糖果分給學生 每人拿八個 剩 多三個出來 誰是被除術 應該不難判斷 糖果是被除術 所以寫成 被除術 等於除術 除術 乘以 3 乘以商加於 3 對不對 糖果拿去給學生分 每人拿八個 多三個 是不是糖果的數目 就會是 學生的 8倍加3 對不對 這樣理解嗎 如果每人拿9顆 剛好有一名學生 沒拿到 這一次還是糖果 被分嘛 被除術 等於除術 乘以 這次的傷勢 9 那有一名學生沒拿到 你有兩種想法 來 第一種想法呢 是 這樣子的話 我等於是除術 少一個嘛 因為 就有一個學生沒拿到啊 結果剛好每個人拿9顆嘛 對不對 好 這是一種想法 另一種想法是說呢 那我就讓他是 9個 每個人都拿9顆 可是有一個沒拿到 所以其實我 欠9顆 有餘的話就用加的 有欠的話就用減的 這個應該 蠻容易理解的 所以糖果的數目應該會是 以這個題目來說 每人拿9顆 剛好有一名學生沒有拿到 所以糖果的數目會是 學生人數少一人 的9倍 或者他會是 學生人數的9倍 但是少9顆 對不對 好那接下來就要這個 練習我們上一次教的內容 所以第一步怎麼樣 挑一個色X 那我們上次有教 理論上 射哪一個都行 可是 我會比較建議射哪一個 如果你還有記得的話 我建議射這個 除數 英數 小的 所以誰是除數 應該是 射學生會比較好 射學生是x 為什麼呢 因為射學生是x 比如說我用掉這一條 射學生是x 糖果就是 x帶進來 x乘以8加3嗎 糖果就是 8x加3 你剛才如果射的是糖果是x 那x帶進來 學生乘以8加3是x 所以 所以 學生乘以8是x減3 學生就會變成8分之x減3 我就不寫了 這樣我懂嗎 它就會變一個分數 就不好算 你們自己可以寫寫看 這個 多練習沒有壞處 自己寫寫看 所以呢 我們 在這一題 正式來寫一下 色 學生 也許有的老師 不支持人家寫減字 那就不要寫了 有 x個 x名 那我有提到一件事情很重要什麼 要寫這個 折 因為你知道要寫折 就代表你自己心裡很清楚 你還有另外一個東西 不知道 然後你就會去找出 這個是什麼 就算你剛才沒有分析 如果你養成了寫這個折的習慣 你到要寫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就會想到說 好我應該要去用一條關係來把 韓國以x表示 所以則 韓國 有 8x加3個 好 那 這樣子的話呢 最後方程式是什麼 那我們上次也講到了 用掉的 就不要再拿來用了 所以要用這個 沒用過的 代進來 8x加3 等於 我們用這個好了 x乘以9是9 x減9 等號兩邊同減8x這個不見了 這個剩 等號兩邊同加9 所以是 12 所以學生有12個人 那 韓國有12乘以8是96加3 所以 Ans Ans 學生有12人 糖國有99個 99個 這是這一題 這樣可以嗎 好如果可以的話呢 我們再來練習一下 這題 開學了 開學了一年級新生要分班級 如果每班35人 會多5個人沒分到 如果每班37個人 則會有一班比其他班少一人 那請問一年級新生有幾個 這題給你們寫啦 加油 那在學生寫的時候 在慣例我們來聊一下 我們上 一集呢介紹了這個 你們有可能會遇到 直銷的人 不管是你的朋友跟你推直銷 或者是你在麥當勞 聽到隔壁桌的人在拉直銷 來這個 如果 你在麥當勞的話呢 你除了會聽到這個 不管是不是正派的直銷業者 那我們還會遇到很多這個 保險業務員 那其實保險 其實對人來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有熊老師呢 自己的我的姐姐 也是保險業務員 那這個 為什麼我們會需要保險 應該要從風險這件事情說起 什麼叫做風險 假如我去買樂透 我就會有不小心中1億元的風險 其實不是這樣講的 為什麼 因為你風險是一種無法預期的損失 所以你一定要是損失 才算有風險 而且你一定要無法預期 你不能說 這個 我去買 牛奶 我就會有 花掉123塊的風險 這不是風險 就是要買牛奶 就是要花掉它 所以你一定要 無法預期 應該說你 知道可能會有 可是你無法算準是什麼時候 你無法算準會多嚴重 無法預期的損失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一個風險 當風險來的時候 大家都不希望它 落到自己身上 比如說最 容易想到就是出去被車撞到 那但是它 還是有可能真的就發生 所以怎麼辦呢 所以你要 避免這個風險發生 除了做事前的防備之外 所謂的 避險 其實並不是阻止這一件事發生 不是說你 就是走路很小心 而是說你事先用一些方法 把風險給 消除掉一部分 比如說 這個 對很多人來說 發生意外的風險不只是 受傷很痛很可憐 還包括醫藥費很貴 還包括不能工作 會損失金錢 所以你如果可以事先把這個屬於金錢部分 的風險給 消化掉的話 那麼 也許意外對你來說就不是這麼慘的事情 當然有的還是很慘 很嚴重的意外是 沒有辦法用金錢來衡量 可是呢 有一些這個金錢的部分 可以這個事先規避掉 那就會需要所謂的保險 保險就是 有人這麼想 其實也不能說是錯啦 等於是你在跟保險公司 對賭 你給他一筆錢 然後 如果你發生意外 你就會拿到一大筆錢 如果你沒有發生意外 你就不會拿到那麼大筆錢 可是事實上呢 不見得 不見得只是這樣 就是因為 很多人的想法把它想得太簡單 所以會有一些誤解 比如說我們可能會覺得說 那保險公司賣保險 他都會 對他自己有利 這個 應該要 應該 提供一些正確的觀念 像在台灣 這個 所有的保單 合法的保單 他要經過金管會的審核 這是一個政府機構 所以 能夠合法販賣的 他其實 在這個 賠率 就是你覺得這是一種對賭 你會覺得這個賠率應該對莊家有利對不對 可是其實不對 經過金管會的審核 這個賠率是公平的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我被車撞的 機率是 千分之一 那 這個 我買了 這個 我繳了 千分之一的話 我希望他 到時候發生的時候要賠我一千萬 可是他賠一千萬的機率只有 千分之一 所以事實上我的保費可能只要繳一萬塊 一千萬乘以千分之一就一萬 這個金管會會算準 這個賠率不會讓他差太多 那他們要怎麼算 就是發生意外的風險 這個由這個 醫學資料來提供 包括壽命 包括意外發生的機率 都會有這個歷史的資料可以 提供保險公會和金管會他們去評估 所以其實在賠率的這個部分 並不是保險公司賺錢的地方 那他們賺哪裡 他們其實像銀行一樣 就是當你把保費給他 因為你是還沒發生意外 就要先給他錢 所以他先收了你的錢 那錢放他那邊的時候 他會拿去投資 他賺這個部分 等到你真的發生意外了 因為這個 你給他的錢 事實上會跟他賠給你 還有這個機率撐起來 這個叫做期望值 基本上會差不多 所以其實他不是賺 這個賠率的部分 他是賺在這個他自己去投資的部分 所以在賠率的部分 其實是 都差不多的 沒有說哪一張保單會 這個 特別佔你的便宜 可是呢 可是呢 在買保險的時候呢 很多人會買到 所謂不必要的保險 我舉個例子 如果今天我出車禍 一個不太嚴重的車禍 他會讓我損失一萬塊 那 我去買了一張保單 這張保單呢 就是剛才我講的 這個出車禍機率是千分之一嘛 所以我每 我每 我總共要說 假如說我一年好了 一年內出車禍的機率是千分之一 所以我在今年呢 就花一萬塊 去買了一個 1000萬的保單 那這樣子我出車禍的時候 我就會拿到1000萬 那真的就會拿到 但是呢 我沒出車禍就沒有 可是其實我實際上出車禍的時候 我的損失只有 一兩萬塊而已 那這個保險對我來說就不必要 不必要的保險 對自己 對保險公司 都是不必要的 因為對保險公司來說就是 他會有 這個他們所謂 他們叫做道德風險 你自己身上保了1000萬的車禍險之後 而你出車禍你的損失其實只有兩萬塊的話 那 你為什麼不乾脆被車撞呢 所以說我們常常會聽到這個 有一些兇殺案嘛 就是先幫枕邊人買保單 然後再 殺掉 這樣子的情形會發生就是因為他有這個道德風險存在 那其實很多人會買到不必要的保險 那不必要的保險 對當事人自己的損失通常比較大 因為即便 這個保險對我來說是過高了 我也不可能為這樣子就去給車撞 所以很多時候 吃虧是因為吃虧在 因為這個人情 或者是因為被話術的誘導 去買了不必要的保單 所以不是 通常這個吃虧的人 不是吃虧在賠率 沒有 台灣 尤其這個比較正派的保險公司 比較正派的業務員 他們不會真的在賠率上面做手腳 金管會不會同意 所以 一個就是你買到不必要的保單 另外一個就是理賠 這是保險最大的 糾紛 也就是說保單的部分是 金管會審核過的 是公平的 可是跟你發生意外了 你說 那 根據保單我要拿到你的賠償 哇找不到人 你就要一直打電話找公司 然後確認 然後送件 他跟你說 可是你的情形 其實不太算 這樣子 那你就會很不高興 所以理賠是保險業最大的糾紛 所以這個跟我們一般人想像的不太一樣 其實保險公司他在賺的 第一個他不是在賺賠率 他是在賺投資 第二個你會有的問題 其實也不是在賠率上面 所以很多人遇到保險的時候 他都會很在乎那個錢 所以如果怎麼樣賠多少 所以如果怎麼樣 其實 你當然可以去問清楚 因為你要符合你的需求 但是不是說去找那個賠比較高的 你剛才的說法就是 賠比較高的 他就會收你比較多的錢 那如果他賠比較高 可是他沒有收你比較多的錢呢 代表他在這個 設計上面呢 他選用一個比較小的範圍才賠 所以他的那個機率又更小 比如說 你只要是車禍 我就賠你 那這個是千分之一 可是你如果是 我說你要車禍 而且被撞斷腿 我才賠 那這個可能就變萬分之一 之類的 所以 他可能會有這個細節上的差異 但是基本上賠率是公平的 因為這個賠率是金管會省合的 只是說 你買到的保險內容 是不是符合你的需求 對不對 我可能 我真實的需求可能是說 我出車禍的話 我希望被賠 一天一千塊 因為我不能工作要看病之類的 可是結果呢 我不是買到這樣子的保險 我是買到什麼呢 我是買到 出車禍結果雙腿全斷的話 可以賠二十萬 這樣子的保險 那 就不符合我實際的需求 所以 你第一個要注意的是 可能會買到不必要的保單 所以你要找 這個 賣保險的人 他最好會花力氣幫你規劃你的需求 另外一個呢 你要找這個 你需要的話 理賠你可以找得到他的這種 那這個是保險業 跟大家介紹一下 學生分班級 還有學生分帳篷呢 其實是怎麼樣 誰才是被除術 我們講學生分班級 學生分班級 但是其實是 班級在分學生 其實學生才是被分的嘛 你去想一件事情 是 一個學生有很多班級呢 還是一個班級有很多學生 應該是一個班級有很多學生 應該是一個帳篷住很多人 不是一個人很多帳篷 所以呢 班 班級是除術 學生才是被除術 所以這個 一年級新生 有幾人不知道 其實班級數目我們也不知道 跟剛才那一題是一樣的意思 那學生分給班級 雖然講學生分班級 但是其實是班級分學生 所以學生是 被除術等於除術 乘以商 加 余術 一班35人 五個沒分到 被除術等於 除術 乘以商 每班37人會有一班比其他班少一人 那什麼意思 其實就是少一人啦 對不對 扣1 少的話就扣 所以呢 怎麼來 色 x 一般都 色除術 比較好算 所以 x在這裡的話 學生是 35x加 我就不寫這個正式的 算式了 我們把它解完就好了 那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 35x加 加5 等於 這個 37x 減1 等號兩邊同 減35x 剩兩個 等號兩邊同 加1 生6 所以 x等於3 所以其實班級只有三個班 那學生有幾個呢 三個班乘以 35是 105加5 所以學 學生 等於110個 好不好 來看上一次留下來的作業我們很快的說明一下 透過這個作業呢 希望你可以學會 多項式化 方程式求解和求值的不一樣 比如說這一題 2x加2 減2x 減2 2x加2這裡會變減2x減2 那他最後就會等於這個 加2x減2x消掉 加2減2消掉等於0 對不對 最後這個會等於0 那這個就是他答案 他的答案就是 0 可以嗎 如果是第二題呢 同樣的 2x加2 減 2x減2 那你左邊就會 算一算全部減光光了 你會得到這個0等於0 那0等於0 一定會成立 所以能夠使 0等於0會成立的話 這條式子 是任何數都可以 那所以這條式子 他x的值就是 任意數 x為任意數 都可以 所以這個是方程式求解 你如果在方程式求解的時候 出現了一個 我們講廢話的式子 0等於0一定會成立 x是任意數 如果你在多項式求解 出現了一個情形 是你的x殺光光 常數為殺光光 那就是劃減成0 如果你在求值這邊呢 這裡來看後面這裡跟上面這個一模一樣 所以他也是最後這邊會變成0 那這個是求值嘛 所以x減5等於0的話代表x其實等於5 那x等於5又怎麼樣 這個一定會等於0 不信我們帶進來看看 這個5乘以2是10 所以是10加2 減掉兩倍的5加1是6乘2 12 所以是12-124就是0 所以其實你後面 這個多項式會化減變成0的時候 前面不管x是多少 他就注定是0 對不對 再來看第四題 這個化減 2x-2x消掉了 所以剩下 加2加1 增3 這個就是答案喔 X被消掉了 可是這次常數還在嘛 所以 答案就是3 這一題 同樣跟上面一模一樣 2x消掉了 剩下3 所以3等於0 有沒有哪一個x可以讓他成立的 沒有 所以這一題呢 x無解 這樣有懂嗎 這是一個解方程式的問題 他希望你可以告訴我哪一個方程式可以使他成立 當我把左邊化減完之後剩3 我發現根本沒有任何一個x可以讓3等於0 所以這題不解 那上面這個是我發現任何一個x都可以讓0等於0 因為左邊最後就是會消光 所以他是任意數 那如果是多項式的話 這個就是0 這個就是3 如果是求值來看這一題 一樣 這個跟上面一模一樣 所以最後這裡化減完是3嗎 x-2是0 x就是2 那x2又怎麼樣呢 你後面註定會是3的啊 因為你看 6加2-6加1 3啊 對不對 不是6 4加2-4加1 就是3 所以這一題的答案就是3 再看最後這個 2x加3-3x加1 那-3x加1這邊會變成-3x-3 加3-3會殺光 剩下2x-3x -x 這個就是化減的結果 這個就是這題的答案 那如果是這一題呢 同樣的你也可以把他搬到等號左邊去 就是等他兩邊同減這個他就會跑到左邊去 所以這個就會跟上面一樣 那你會得到這個 -x等於0 所以x等於0 這樣也可以 或者我們直接在這邊解 這個乘進來乘進來他是3x加3 等於 2x加3 對不對 那2x加3等於3x加3 等號兩邊同減3 得到一個2x等於3x 然後呢 等號兩邊同減2x 你就會發現x等於0 其實當你看到你的常數像被殺光了 只剩下 幾x等於幾x的時候 代表x一定是0 因為你只有乘到0 才能夠讓這個0等於0 才能讓這個等號成0 否則 兩倍x怎麼會等於三倍x 對不對 只有一個可能 就是x是0 所以 你如果多像是 常數殺光 剩下x像 那這就是 化簡的結果 你如果是方程式 常數殺光 剩下x像 那通常x就等於0 如果你是 多像是 這個常數跟x全殺光 就是0 如果是方程式呢 常數跟x全殺光 這0等於0 是任意數 如果你是多像是 只有殺光x 只剩常數 那這就是答案 如果你是方程式 x殺光的剩常數 卻沒有相等 那就無解 剩下最後這個 求解嘛 x加3等於0 x其實等於負3 對不對 後面這裡呢 我們剛整理過 他是負x x是負3的話 負x其實是 怎麼樣 負的負3 正3 好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課程 上到這裡 好 還沒 Sorry 這是作業 還有剛才的這一題 我把它寫一寫 這也是我們的作業 好 接上這裡 先來